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个每天不单只聊新闻的专业美股频道 我是市场分析员小涛 涛克的涛并非是涛远明的涛 今天整个市场里面的新闻并不多 所以我想重点挑几个内容出来和大家聊一下 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上上周五直播的那期视频里面所聊的接下去 针对市场走势的这个playbook或者应对的策略 那么经过上一周的一个走势 包括周一日经指数的这个熔断 我们这个应对策略是不是应该出现一定的改变 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今天美联储的传话筒Nick他发了一条推 这条推讲的内容主要是转发亚特兰大联储 针对大非农数据和家庭调查数据 在就业数据这一块的误差 这个误差到底来自于哪里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一份报告的一个结果和最后的一个结论 因为这个结论将会影响到当下市场里面 或者美联储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上一个月所公布的失业率 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一支典型的价值股星巴克现在到底值不值得投资 好吧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内容 在开始之前还是要留给各位观众五秒钟的点赞加留言时间 你们的每一个小小的点赞和短短的留言都是对我最大支持和鼓励 2000 years later 那我们就一起先来看一下今天资产价格的走势 美元横盘 美债收率小幅下跌 TLT小幅反弹 垃圾级别债券的这个利差 今天出现了6个基点的反弹 三大指数今天也基本在横盘 黄金上涨了1.7% 原油价格今天上涨了4.2% VIX今天反弹了1.7% 比特币今天也是基本在横盘 罗素今天下跌的幅度可能最大 0.9% 最后是板块这边的走势 今天板块的一个涨幅并不一 有的涨有的再跌 但是无论是下跌还是上涨 这个幅度并不大 所以我个人认为今天整个股市一个走势 基本就是一个横盘或者调整 前段时间在一期视频的下面 有一位我们的会员观众向我提了一个要求 希望我在会员视频里边 能够帮大家去总结一些 比较常见的一些技术指标或者技术图形 然后我就利用我们最新的一期会员视频里边 和大家从教科书这个角度去 例举了11个最常见的技术图形 包括我加入了一些比较实际的案例演示 大家如果对这一段视频感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最简单的加入方法是用PC端 登录我们这个频道的主页 在左上角logo的右手边就可以找到加入的按钮 然后我们就来对上上周五 在盘内直播那期视频里边 给大家分享的这个playbook 接下去可以应对的这个策略 我们来做一个更新 首先我们可以做更新的是 接下去美联储的这个行为 当时我们总共分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9月份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 这个概率可能相对会比较小 第二种情况9月份降息50个基点 第三种情况8月份会有一个突发性的一个降息 而突发性降息这个条件是股市继续下跌 甚至于有可能会出现熔断 金融稳定受到威胁 然后经过过去一周整个全球股市的一个走势 在上周一的时候 日经指数的确出现一个熔断 美股这边有没有出现熔断 并没有金融稳定有没有受到威胁 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是受到了威胁 所以我们看到了上周二日本央行出来稳定整个市场 如果我们站在当下再去审视 接下去美联储有可能做出的这个反应 8月份突发性降息的这个可能性 现在去看的话是几乎为零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当时所给的这个playbook 接下去的这个应对策略 我后来回过头去思考 其实我在写这个playbook的时候 忘了一种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就是 如果说美联储或者有其他的央行进来进行救市的话 那接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其实我们并没有写进来 但如果我们回过头去回顾过去一周的这个走势 其实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三种情况 就是星期一的确出现了继续下跌 而且星期一下跌的幅度非常的大 星期一的盘前标普500 最多的时候是下跌了5% 而恐慌贪婪指数去看的话 星期是在一个极度恐慌 市场的一个参与度是极低 其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当时给的一个策略是 可以考虑DCA从左侧进行加仓 但是第三种情况所发生 并且所持续的这个时间 仅仅局限在周一 周二美股就出现了一个反弹 周三美股继续出现下跌 然后到了周四和周五 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反弹 周四非常大幅度的反弹 我们可以说是 因为周四里边有一个失业金的一个数据 所导致美股出现的这个反弹 但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弹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经过周一和周三的这个下跌 市场的一个参与度 在一个极低的一个状态之下 恐慌贪婪指数也在极度恐慌 但是我们在周四和周五所看到的这个反弹 很大程度上 一部分的原因是和周二 日本央行出来稳定市场存在比较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有央行出来稳定市场 那接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到这个市场 首先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去看 第一点 如果说市场认为星期一 日经指数的一个下跌 或者美股这边的一个下跌 是因为日本那边投资者的一个carry 锤锤所导致的话 那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把carry锤 对于市场所造成的这个影响放到身后 但是市场里面有另外的这个交易逻辑 我认为短时间之内并没有出现改变 就是对于衰退的这个预期交易 所以我认为接下去 我们还是回到第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出现技术反弹的话 减仓 而且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技术反弹的这条路上 并且如果接下去没有任何的一些消息面 或者数据再次出现像上周四这种暴力反弹的话 我仍然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仓的位置 甚至于可以去加一部分的对冲仓位 因为我认为在没有消息面出来的这个情况下 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反弹 只是对7月份以来科技股的下跌 包括在上上周四和周五市场交易 这个衰退逻辑线所导致的下跌 这一部分下跌的一个修复 想要改变过去这两周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这个担心 可能需要一些实体的一个经济数据 或者一些宏观数据来支持可持续的上涨或者反弹 想要了解接下去指数有没有反弹的这个空间 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相对比较短期的指标 比如说大于20均线的这个百分比 图里两条线 红色这条线是纳指大于20均线的这个百分比 今天的收盘在22% 罗素2000蓝色这条线 今天的收盘在16%还是在一个相对的低位 有没有下跌的空间 有 但是下跌的空间其实并不大 就好比今天CN的恐慌贪婪指数收盘还是在24 极度恐慌的这个地步 极度恐慌的这个地步 24还有没有继续下跌的空间 有 但是下跌的空间并不大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美联储的传话同店 所分享的这一篇言报或者文章 这篇言报是来自于亚特拉大联储 他们主要去做了一个研究研究什么研究为什么大非农数据和家庭调查对于就业数据这一块的预估会差了那么多 差了多少 差了整整390万也就是非农对于就业人数的这个预估整整高出了390万为什么会高出390万根据亚特兰大联储的这个调查报告 他们认为非农这个统计对于实际的一个就业人数高估了44万 而剩下这346万的这个高估并不是非农人数对于劳动力市场是过于的乐观 而是家庭调查对于劳动力市场是低估了 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根据最新的一组家庭调查的数据 我们看到根据家庭的调查整个全美的一个就业人数是在1.68亿人 所以亚特兰大联储的这一份报告或者研究里面他们认为这1.68亿人是低估了 也就是他们预测实际的就业人数应该是1.68亿人 加上前面我们少算的350万人或者346万人 并且这加入的346万人或者350万人他们都有工作 也就是家庭调查对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劳动人口是低估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一组数据的一个调整 如果说亚特兰大联储的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话 那这一组数据我们修正完之后 对于失业率会有什么的一些影响 失业率是怎么算出来的 根据家庭调查的这个结果去看 失业率在7月份的时候 人口总共的失业人数是在716万 所以我们拿716万去除以 所有的一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人口在1.68亿 得到的就是4.3%的这个比例 整确的及时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的话是4.25% 那么如果实际的就业人数并不是1.68亿 而是1.68亿加上350万 也就是这个基数其实比以前要大 那经过这一波调整完之后 失业率将会从7月份的4.25%下降到4.17% 或者四捨五入的话就是4.2% 换句话说 即使亚特兰大联储的这个研究是正确的 我们经过调整之后 7月份的这个失业率仍然在4.2% 而4.2%的这个失业率仍然会触发散发则 也就是7月份的数据 无论是4.2%还是4.3% 市场该交易衰退的话 还是会交易衰退这个故事线 但是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 今天的这一份研报 可能会给美联储提供一定程度的一个舒适性 也就是7月份的失业率并没有4.3% 实际的数据在4.17% 或者接近于4.2%左右 关于失业率 我认为接下去我们还是要持续观察 市场里面的噪音非常的大 今天的这组数据理论上 可以帮助美联储去理解 为什么两组数据之间的这个误差那么的大 但是从一个质的一个角度去干的话 并不会 我这时候并不应该去改变美联储 是如何去看待7月份的这个失业率 可能没有4.3那么的糟糕 但4.2算不算糟糕 我认为并不会改变美联储的这个看法 而我前面所说市场里面的噪音比较大 是因为7月份的失业率上升 市场里面一部分的声音是认为 因为一些一次性的事件 所导致短暂失业率的一个上升 8月份非常有可能 上升的这个失业率会得到一部分的修复 比如说会比4.3要低 这是一部分的声音 另外一部分的声音是 我个人比较愿意相信 噴波安娜旺这个团队的专业性是 他们认为今年的年底之前 美国这边的一个失业率将会上升到4.5% 如果噴波他们预期是正确的话 那在我们去到失业率4.5%的这条路上 我认为市场仍然会对于交易衰退的这个逻辑线 或者这个故事线做出反应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星巴克 最近这段时间市场讨论的热度比较高 是因为星巴克YT到现在维持 股价的走势并不理想 同时加上最近这段时间激进投资者的加入 这条新闻讲的是这家激进投资者 艾瑞特投资管理公司 他们可能想在星巴克的董事会 寻求不止一名代表 有匿名人士透露 星巴克的管理层和艾瑞特的投资管理公司 达成了一个协议 什么协议就是接下去 星巴克会成立这个委员会来审计 或者来审查他们在资本这一块的配置 或者到底应该怎么去分配他们的资本 另外一点就是在运营方面一定要进行改进 后者运营方面改进非常的明确 就是星巴克在管理层这一块一定会进行裁员 而资本这一块的配置无非讲的是 如果我现在有100块钱要在公司内部去投资 今天我这100块钱到底是放在亚洲市场 亚洲市场到底是放在中国市场 还是放在非中华市场 或者非中国市场 而剩下的钱如果我不放在亚洲市场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分配到欧洲市场 或者回到美国的本土 这就叫做资本配置 同时艾瑞特投资管理公司还希望星巴克承诺 评估他们在中国的业务 星巴克也承认他们在中国 现在正在探索新的战略合作伙伴 并且他们希望回到加速增长 保持在中国的一个竞争力 我们可以把这些激进投资者 看作是华尔街市场里面真正的资金大额 他们通过对于一家公司实质的控股 进入这家公司的董事会 从而影响这家公司的一个决策 同时通过这家公司的一个裁员 使得这家公司的运营效率提升 其实最终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 增加这家公司的一个EPS增速 就这么简单 而当一家公司的EPS和P都回去之后 股价自然就会回去 所以这就是一家激进投资者 通过投资这一家公司 到底怎么去赚钱整个的一个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对于星巴克 未来三年营收增速的预期 分别是7%和8% 某种程度我认为 华尔街可能是放弃了 对于未来三年营收增速的预期 不可能那么的凑强 每一年都是7%左右 同时对应这样的一个营收增速 EPS这块的增速分别在11 12和13 当然马上将要过去的2024财年 其实非常的差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到现在为止 星巴克的股价一直是非常的低迷 因为整个全年的一个营收增速 仅仅只有2% EPS的增速仅仅只有1%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星巴克的一个PE 也就是看过去四个季度 或者看过去一年 星巴克的这个市盈率 现在是在21.6倍 21.6倍放在历史上的估值去看 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 我这边拿的数据是从2008年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并没有看2008年之前 为什么 因为2008年之前 星巴克的市盈率非常的夸张 非常的高 所以我认为参考价值并不大 我们就去看2008年 或者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 星巴克的估值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 我认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20倍的这个PE 似乎是星巴克在过去十几年以来 市盈率的一个低点 上区间的话可能就会相对高一点 除了疫情这一段时间 基本上最高的一个PE可以去到35倍 36倍左右 而最低的这个PE一般就是在20倍左右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 随着最近这段时间激进投资者这个加入 包括当下星巴克的这个PE就是在21倍左右 我个人认为现在星巴克的一个估值 已经在一个相对非常合理的区间 我觉得我们并不应该去期待激进投资者加入 就马上会导致股价出现反弹 或者估值出现反弹 并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但是我认为我们确定性比较大的是 随着这些激进投资者这些加入 接下去我们可以期待管理层的内部 管理层的这些方法 在资本这一块的运营 内部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 而随着管理层内部做出这样的一些改变 大概率的情况下 对于公司EPS的这个增速 将会起到积极证明的作用 好吧 如果说我们最近有观众在考虑价值股的话 我个人认为星巴克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观察列表 最后是我们今天的复读木木 环节美国市场现在只需开户且入金1000美金 就可以总共获得20顾免费的股票 并且闲置资金可以获得最高年化8.1%的回报 加拿大市场富度默默为我们这个频道的观众提供了独家福利 现在只需开户且入金1000加币就可以获得50加币的现金券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入金2000加币的话 还可以再获得200加币的现金券 也就是总共入金2000加币获得250加币的现金券 另外通过转仓还可以最高获得2300加币的一个现金券 或者苹果的等值礼品卡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视频的置顶内容里面找到该货的链接 那今天的新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观众别忘了 留下你们刚刚的点赞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